陈之静的家中随处可见父亲陈庚的相片 书房的电脑里更是存满了有关父亲的各种资料 为了整理出版关于父亲的书籍 陈之静对电脑的操作也非常娴熟 陈之静回忆 父亲在世时很少讲起那些战争岁月 父亲认认真真讲故事的就两次 其中之一 父亲就讲介石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 有一次在北戴河把我们几个孩子 给我们讲过一次 怎么救蒋介石的那一段 我印象最深就是说过了河以后 那个蒋介石 开始是腿软了 跑不了了 所以才背他的 那个 我爸背他其实挺困难的 我爹才1米6 1米70左右 1米69 蒋介石1米8级的大哥 那也把他愣背 说过了河以后 蒋介石就剑步如飞了 然后我爹说跟都跟不上 陈庚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等职 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同时 陈庚也是黄浦军校第一期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在陈志敬看来 黄浦军校使父亲从一个小兵出身 真正在军事上 思想上都有了飞跃 他自己说那会儿年轻 也不懂得别的事 就是打架 就是观点不同 就辩论 辩论完了就吵 吵不及了就打 然后说什么桌椅板凳都上来了 他自己就检 他在延安所检讨 说那会儿不懂事 就知道打架 但实际上是黄浦军校奠定了他后来工作的一些军事工作的基础 陈庚大将荣马一生 而在女儿的眼中 父亲除了富有传奇色彩 同时也是一个开朗的人 有情有义的人 我爸爸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一个陈毅讲他是个透明的人 解放以后找了很多个当年牺牲的 他的战友的孩子家属 他到上海去专门去看 他原来的那个战友的家里 到人家家里去摸摸被子 说哎呀 现在生活比那会儿 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好多了 就这样 就很照顾这些人 我们家里同时 有时候经常有十来个孩子 我们自己可能也就两三个 然后的时候就能有一群孩子在这儿 说各种各样背景的孩子 他说他对人特别真诚 翻开一本本书 只是随意拾起一段往日时光 陈志敬也时常惊讶于 父亲与同时代的诸多杰出人物 不管是战友还是对手 都有着深厚的情谊 战争年代带给那个时代的 有知青年们 不只是磨难 也有理想和同道中的好友 这个就是说总理结婚的结婚照 1925年我与恩来结婚后合影 与广州 当时与陈宫庚同志一起工作 同欲居住 就是住在一个房子里 恨不得据说是到那个 就是在汕头还是哪儿的时候 就恨不得人家两口子住床上 他住的地上 黄埔的人不管他们就是说 政治立场有任何不同 但是到了就是为祖国这一件事上 还是一样的 一往昔 争容岁月 陈志敬感叹 父辈的荣光与艰辛 时至今日依然值得年轻一代细细体会 在他面前死了多少人 那个像到羽化台去 他一看都是他的难友或者是战友 说这个为了他们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求的 就是说他们应该讲的 咱们现在的生活 是多少被人前仆后继换来的 换来了一个理想 换来了为咱们中国富强 为了人民的生活 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应该有 我觉得这个老一代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 包括就是包括不管是台湾的 他们都是还是认同一个中国 认同爱国的这个信念 还是都很坚决 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这个观念是很坚定的 所以你说年轻人让年轻人都懂得这个 都为这些出点力 对吧 这也是我们的初心之一 对吧